看到鏡頭 召集拿出手機 8號晚上 發現在以色列的家人不見了 心裡很激 卻怎麼樣也聯絡不上 這是來自以色列的旅行團 一團十九人 來臺進行十三天的環島旅行 10月7號 團員手機陸續傳出警報聲響 才知道伊斯蘭基金組織 哈馬斯突襲以色列 原本輕鬆旅遊的心情蒙上陰影 講了一口流利中文 他是以色列旅遊團的導遊 林雨夢 從以色列嫁來臺灣十二年了 故鄉的家人一切平安 但有團友們能交集 等待親人的消息 照著原定計畫 繼續接下來的旅遊行程 暫時無法回國的大家 手機不離聲 期盼傳來好消息 也希望臺灣的朋友們 能一起為以色列祷告 三天新聞 黃國磊 黃正傑 伊蘭燦報導